本期节目我们和您一起聚焦东北亚新闻 作为我国老年人主要的养老方式 近年来居家养老模式不断创新 其中吉林省辽园市推出4050服务7080特色服务 不仅为大龄失业人员提供就业岗位 也解决了孤寡老人需要照顾的难题 如今这样的家庭养老院已建成规模 46岁孙海君是吉林省辽园市安康社区的一名家庭养护员 虽然仅仅工作了8个月 可对于社区300多名老人的姓名、家庭住址、身体状况和脾气性格 他都门清 由于老人失求的多样性 他还自学了维修家电、理发按摩、心理辅导等 逐渐变成了全面人才 这事就是我们刚开始来一下真没接受过这个工作 到这来通过这一阶段就将近一年来为老人服务 我讲的这份工作还是很好的 最起码就是对咱们做人那块能学到不少东西 我行是吧就是啥呢就是我的想法就是为老年人服务 是吧将来呢就是我有老那一天呢 有下一代也能帮我们服务 所以呢这样的事呢我能尽心尽力去为老人去干去工作 最起码我能达到啥呢我能做到的 我能做到的我就去尽心去做 我肯定能干得好的 同孙海君一样 现年46岁的黄子豪也是家庭养老服务中的一员 为老人做饭帮老人缴电话费陪老人就医 半年前入职的他现今对这份工作有了更深的体会 刚开始从事的工作时候吧 也感觉自己好像像不适应似的 但是后期和老人接触之后呢 感觉他们各个家都有各个家的难处 我们想做的东西很多 但是我们就力所能及就做一些事情 就是快一年了吧 还没到一年 我们把整个的疗园的开锁呀下水呀水暖呢 我们都给上网全给查了之后 我们统一都给他配送到家里头 每张纸都打上了 打完之后就是一个是他们方便 他们不方便的时候我们再去给他找 我感觉这项工作也就是像销售父母一样 应该自己家都有服务 说起工作人员的贴心服务 年近古稀的退休职工于春华 陈晓东赞不绝口 来了以后我们就感觉像自己孩子一样 而且非常对我们温暖 温寒问暖的 有点什么急事啊 以后我们也很愿意找他们 就是这样的都产生感情了 可以这么说他们来了我们现在心里有点了 那上上上上上了或者各方面都感到有这帮小孩带着唯有个服务吧 心里有点活得很愉快 所以我们感到吧这居家遥遥这块确实给我们社会带了很多温暖 咱们从这个救助老人中心之后 我感到体验生活对我们老年人的关心 这层子经常下到我们家来问韩问暖 你看我现在说了 暖切不约他们都帮我解决了 是吧 这个把我们当时问有什么着急事啊 就是我体验事不太大小 就是这个组织彻底很好 能解决我们这个老年人的一些具体自己解决不了的困难 我希望啊就是这个组织进一步咱们发言光大 在这个基础上更完善 在辽园市像这样的养护员共有294名 为了应对老龄化浪潮 吉林省提出了以居家养老为主的战略部署 计划让90%的老年人实现居家养老 作为先行者 辽园市推出4050服务7080的特色服务链 由40到50岁的下岗失业人员在专业培训后 为全市2000多名老年人提供生活照料 医疗保健 体育健身等40多项服务 日本共同社28日和29日开展的最新民调结果显示 半数以上日本人认为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将于二战70周年发表的首相谈话中 应包含对殖民统治和侵略的反省和道歉等字眼 安倍晋三此前称 他今年将发表的这一谈话会总体继承 村山谈话等历届内阁在历史认识问题上的观点 但他在是否使用殖民统治和侵略 反省和道歉等表述上一直态度暧昧 此次民调结果显示 54.6%的受访者认为这些字眼不可不确 我也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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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德国看起来 战争中有很多補償和败償 也认为 我也是这样 日本也不太厉害了 我也是这样 记者在东京街头采访时还发现 一些日本民众希望通过承认和反思历史 与中国和韩国建立良好关系 我也是在中国和韩国上的反省上的反省上的反省上的中国和韩国的关系 所以有点深切的反省 我认为大学教授和中国的留学生认为了很多中国的留学生 国同士的关系是重要的 個人的民間的关系 国际上的关系是很重要的 日中的关系是很重要的 这次调查还显示 49.8%的受访者反对安倍试图在本届国会通过解禁集体自卫权相关法案 77.9%的受访者认为日本向海外派遣自卫队时必须事先征得国会同意 日本前首相村山富士和小泉成一郎分别在日本无条件投降50周年和60周年之际发表了对侵略战争进行反省和道歉的谈话 其中都有殖民统治侵略深刻反省谢罪等措辞 以藏品丰富而享誉海内外的辽宁省博物馆 3月30日正式关闭准备搬迁 现位于沈阳市中心的辽宁省博物馆仅仅开馆10年 就接待国内外观众302万人次 而随着辽宁省的整体规划 辽宁省博物馆将搬到离市中心较远的沈阳浑南区 辽宁省博物馆的前身为1949年创建的东北博物馆 1959年改称辽宁省博物馆 原馆址位于沈阳市和平区石伟路26号 是原奉系军阀康玉林的馆址 现在的辽宁省博物馆 2004年11月12日全面建成并对外开放 是一座现代化的大型综合历史与艺术类博物馆 建设总面积31095平方米 拥有8351平方米的现代化展厅 和功能设施齐全的文化休闲设施 10年来举办展览146个 接待观众302万人次 向国内各省市文博单位 即美国、日本、韩国等近10个国家和地区 推出或参与展览共计91个 辽宁博物馆藏品总量达11万余件 以辽宁地区考古出土文物和传世的历史艺术类文物为主体 由以晋唐宋元书画精品 宋元明清葛思刺绣 红杉文化玉器商周时期 教葬青铜器文明 国家一级文物近500件 其中历代书画收藏在国内外占有重要地位 素以体系完整、品质精良、精品绘萃而满生中外 曾经清宫收藏 后由清末皇帝溥仪从北京故宫盗运出宫 流散东北辗转入藏东北博物馆的 晋唐宋元书画名品 是辽博书画收藏的最大特色和优势 唐开元年间周纺织 赞花侍女图 球鹰版清明上河图 青徐阳 姑苏繁华图卷等都是国宝级文物 据介绍辽宁省博物馆新馆将于2015年建成 新馆馆只位于沈阳市浑南区 占地面积83200平方米 建筑面积10万平方米 主要分为陈列展览区 文物库房区 观众服务区 文物保护工作区 综合业务区等五大区域 展厅22个 展厅使用面积共24101平方米 现在让我们休息一下 广告之后还有更多精彩内容 欢迎回来这里是环球视野 接下来依然是我们的东北亚新闻 2015年3月28日下午 京伟中西林月城与南西科兹考斯基作品寻展 在沈阳鲁迅美术学院开幕 展厅内200多幅风格独特的千维艺术作品 给观众带来了中西文化的视觉盛宴 纤维艺术起源西方古老的碧坦艺术 在它的发展过程中又融合了世界各国优秀的传统纺织文化 吸纳了现代艺术观念 现代纺织科技的最新成果 因而也有学者称它为既古老又年轻的艺术形式 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林月城 与来自大洋彼岸的美国职业纤维艺术家南西女士 都是当代纤维艺术的杰出代表 我们做的这个中国式的纤维艺术 它和西方有所不同的是 就是我们有我们中国人自己的就是对艺术的理解 包括对自然的对人生的方方面面的那种认识 南西女士的作品色调温馨 画面中的抽象符号运用自如 但有一幅作品却非常写实 南西女士告诉记者 创作这幅作品的灵感正是来源于中国黄河流域 养勺文化中的人面鱼文彩陶 这是黄河彩陶 今年只有5,000年代 本次展览由鲁迅美术学院 中国国家画院公共艺术院主办 展览将持续至4月4日结束 随着3月31日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 接收创始成员国的最后期限日渐临近 韩国作为中国的邻国 是否会于月底前加入成为各方关注焦点 日前 韩国高丽大学经济学特邀教授金东元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称 加入AIIB对韩国来说是一个明智之举 加入只是时间问题 金东元认为 韩国加入AIIB是迟早的事 可以说现在已进入公布的倒进时阶段 目前政府需要考虑的是出资规模等问题 韩国政府已经在AIIB上加入了 金东元表示 加入亚投行是有关亚洲繁荣的重大项目 不仅对韩国意义重大 对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都有一定的影响 此外针对美国方面有关亚投行在治理结构方面 能否维持向世界银行、RMF、ADB等国际机构 在透明度、平衡性、公正性等保障政策标准方面的担忧 金东元认为完全没有必要 这些人在美国方面有关亚投行的影响 就是说中国是中国的传予的共产地市场 有个传予的传予的传予 但是我们要领导的传予它们的传予 以外的传予其中的传予 那我们要领导的传予 那里我们要领导的传予 如果我们投入约的传予 中国的传予有26%的经济派特射 而不是不足的传予 而中国的传予 而中国的传予 中国的传予 而中国的传予 以及中国的传予 而中国的传予 如果我们在传予 风筝飞得越高 距离天堂亲人的思念 越近 28日在长春市文化中心 一支支承载着思念的风筝飞上天空 人们以绿色的方式纪念先人 28日上午 长春市的天空有些许阴霾 人们聚集在文化广场 共同纪念故去的先人 倡导的发起方 长春市朝阳区文明及民政局 免费向市民发放风筝 人们在上面写下对亲人的思念 集体放飞寄托对故去亲人的追思 长春市民及先生 带着外孙女在排队领取风筝 他认为 近年来随着人们环保意识的增强 倒逼着祭祀方式的改变 像放风筝这样的方式既环保又是锻炼身体的好办法 据介绍清明解放风筝的历史 由来已久 在古代 清明节期间放风筝是一项传统项目 人们不仅白天放风筝 夜间也放 夜间放风筝时会在拉线上挂上一串串彩色的小灯笼 称为神灯 古人放风筝有讲究 为的是放走汇趣 消灾解难 人们把自己害怕的各种灾祸疾病都写在风筝上面 然后等到风筝升到空中 立刻剪断风筝线 让它随风而逝 这就是古人清明节的断英俱会 今天人们将放风筝和悼念故去的亲人相结合 以此寄托哀思 好了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环球视野的 全部内容 更多的新闻资讯请登陆 吹抛w.chinage.com 我是剑影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会